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操作 當然這邊有好幾個工作表 總共有四個工作表 不過我們野心不用這麼大 我們就是先做一個 然後其他的話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 一次呢 也可以四個同時都把它一次完成 那是最好的 不過也可以踩漸進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 要能夠結合VBA 第一個還是先把這個公式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再把VBA這個兩個按鈕做出來 然後按下單工作表 做完之後再去想每個工作表 所以成功能分成三個階段來完成 那我們已經完成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做這個按鈕 按下它可以自動幫你填滿 然後清除的話可以把這些公式 七個同時清除掉 這樣的話你工作就很方便了 如果將來 有一些事情每天都要完成 那你就按下按鈕 這事情就完成了 那效率當然相對的會差很多 所以當然 我在職場上很多學生 他們說 這個東西太好用了 工作上簡直是 少了很多的 這個這個力氣 然後多了很多時間 所以 以前可能要不斷加班 加班可能還做不完 那現在的話呢 就不用了 因為做完之後 按個按鈕 事情就解決了 另外的話呢 老闆有些要什麼資料 我按一下 馬上就可以跟老闆 也不能馬上跟老闆講 慢慢 他說 也不能太快跟他講 不然他會以為說 一直我都做很快 所以一直會要求 做更快 他中間時間 他就可以有很多的 空檔時間 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同學 後來 做久了之後 發現自己的能力提升了 所以他又會想要 找更好的工作 所以相對是一個 正向的循環 OK 所以 建議各位 尤其在職場上 最重視的還是 專業技能 也就是說你要去思考說 你以後要好的工作 薪水待遇更高的 那你為什麼可以拿到 這麼高薪水 其實大部分都跟專業技能 非常有關係 那這個所謂的專業技能是 職場要的 不是說你學的 你在學校學的東西 不見得 以後到職場上用的到 OK 你不能說 老闆問你 你會什麼 我以前在學校學過文學史 我學過 什麼 學過文字學 學過生育學 他說 那你這能夠在工作做什麼 好像沒辦法 你說我寫作能力很強 OK 那當然寫作能力是其一啦 那其他有沒有 電腦能力OK呢 我想大部分應該都會面對這個問題啦 因為職場上用的東西 都還是極佔力啦 那什麼叫極佔力 你可以思考一下 現在職場上哪些東西 被用的最多啦 OK 那當然是不是都固定的 不一定啦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會推人出 像有些新的 科技嘛 新的技術嘛 那哪些東西現在最夯 其實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有一些東西有沒有 大數據分析 雲端的應用 然後什麼呢 還有 像一些 物聯網 等等相關的東西 或者城市設計啦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你能不能 有這方面的專業技能 如果有當然相對的 你就是 怎麼講 職場上 是對 想要找的人啦 OK 那這些人具備來要件啦 當然就是專業技能夠好 然後呢 執行效率夠高 可能還有其他的吧 不過我覺得還有一點啦 當然你們學的裡面 有一個不完全是直接關聯 但是有關的就是寫作例 因為任何東西還是要寫 寫東西 像現在各行各業好像都會缺一個職稱叫小編吧 有沒有尤其是 跟 需要跟整個大環境 做 溝通的 你就需要一個小編 有沒有 好像 甚至任何政治人物好像都會小編 有沒有 那當然呢 這些小編的話具備有哪些能力 你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至少文字能力不能太差 打的字不能不通順 另外電腦能力也不能太差 甚至的話呢 網紅需要的那些能力可能 比如說架設YouTube頻道 或者是錄製影片 或者什麼 IG啦 FB啦 等等的 這些一定都要 至少要熟悉啦 那你怎麼樣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方面OK的 其實我是建議啦 你 還是可以試著自己經營一下 你們自己的 這相關的東西 包含 你自己有沒有自己的 這個頻道 當然不一定是YouTube啦 OK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弄一個吧 任何地方也可以弄一個 而且呢 上面其實 你如果做得好的話 甚至呢 還可以獲利的 因為有廣告收益 OK 然後另外的話這些東西 將來也可以成為你履歷表裡面的其中一個項目 有沒有履歷表上面 你要能夠顯示什麼 有什麼專長 有沒有 有什麼技能 這些你都可以把它寫上去 甚至未來 你如果會 Excel VBA 有沒有Excel函數你也可以寫上去 因為現在Excel應用 在職場上是 非常非常必要的 所以有時候在找新人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先問他 你這方面能有不OK OK的先留下來 不OK的 就直接 等消息吧 那怎麼確定他是OK的 你用問的其實不準 所以 現在很多部分是怎麼樣 乾脆來個考試好了 所以說不一定 直接就給你一些測驗 那測驗題是哪一些 所以有些甚至拿 類似的題目來考試 反正我怎麼知道你 你是有能力的OK 然後考個試就 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如果他出一題好了 請你把這些公式 通通轉成VBA的話 該怎麼做 增加兩個按鈕按下他 第一個清除 第二個再把公式填回去 假設考這一題 那如何做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一題怎麼做 其實這個上個學期應該都有講到 只是我們 就是在把它做個複習 那其實步驟也蠻簡單的 一 請你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所以 其他還記得吧 其他命令 裡面的自立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一 二的話呢 點選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這應該不陌生吧 三的話我是建議把VBA稍微縮小一點點 因為他浮在上面這樣子 太大會遮住我們的畫面 會看不到 那四的話呢 記得 字可以放大 這個字放大就是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9號字太小 大概12號大概差不多吧 這樣字看起來舒服一點 然後呢 這就是剛剛這兩個的程式 基本上 一個清除 就是一個SUB 對應到的就是這個 那這個考評的話就對應到這個 反正呢 一個SUB就是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有兩個按鈕就是兩個SUB 那這些東西寫在哪裡 應該還記得吧 要寫在 模組裡面 所以我們從0開始 從完全沒有東西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寫一個所謂的清除好了 OK 然後再寫考評 那怎麼寫 首先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個 Visual Basic的左手邊這邊有個模組 但預設是沒有的 所以我把它清掉好了 然後把它恢復到原來 所以你們待會打開 這個Visual Basic裡面應該是長這樣 完全是空白的 OK沒有東西 那怎麼加模組呢 還是一樣 所以以後 你打開 開發人員 再打開Visual Basic縮小之後的話 請你第一步 先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我之前一直強調 VBA到底寫到哪裡 記得喔 按右鍵 這個上方按右鍵 插入模組 把程式寫在裡面 就OK了 所以第一步 打開Visual Basic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看看你需要加什麼按鈕 你就在上面打一個SUB 控一個 然後名稱的話叫清除好了 按Enter 它就會出現什麼 刮弧跟End Sub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程式部分的話就是 先跑個回圈嘛 因為要把所有東西清掉 那分別是哪一欄呢 B D E KLMM OK 那就是怎麼寫呢 第一個跟他講說哪一列都哪一列 所以 For I等於第幾列 第三列 到 第幾列呢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按Ctrl向下 到第40列 然後Ctrl向上 然後回來這裡 第3 3到 40 有沒有 所以你就打 For I 指的是列 3到40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好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在這個範圍裡面 做 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拿幾欄 跟他講一下 我要的是 哪一欄呢 你就Sales 那個儲存格 他的列呢 是在第I列 I的話是3到40 等於是這個範圍 3到40 哪一欄呢 欄的話就逗點後面這個 D欄 OK 那清除的話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這樣就清除 那同樣的方法 D 還有哪一個 B D E 可以了 那最 簡單的方法是 分別把這些 Ctrl 然後貼 總共有7欄嘛 所以你就是天貼 5 6 7 OK 然後分別把 那個藍的 編號 看到黃色的藍 就把它改一下 BD 有沒有 為什麼要把 BBA 縮小 主要是 這樣看會比較 對應馬上關係 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這邊是K 這邊是L 然後在M 然後在N OK 你就不要打錯啦 那這樣執行的話 基本上 他就把資料清掉了 我是建議你先不要 要執行 因為你執行公式 就不見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再把 這一段 Sub到 Ctrl C 複製完之後 貼到下面 然後呢 把這個 Sub後面的名稱 改成 烤坪 因為呢 清除跟烤坪 只有 一個地方不一樣而已 其他都一樣 就是 清除的話是雙引號裡面沒有放任何 的東西 那 烤坪的話就是把公式 放到這裡面來就可以 那公式放到這裡面來的方法 前面有講過吧 就是 這個的話呢 你就點選 B3 然後把這個公式 Ctrl C 取消一下 然後再把它 Ctrl V貼上 不過貼上之前 可能要確定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沒有的話就直接貼 然後呢 再來記得 裡面如果有A3 有A3這個 這個儲存格這邊有個3 那記得把這個3改成什麼 改成I喔 不然的話 輸出的話全部都抓 這個A3的編號 所以這邊 就要把它改成I 還記得改成I的那個 有一個口訣啦 就是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 意思說把 3改成I的這個數字 並且把它串在 當中 OK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I的數字會變動 所以它就會 第一次放3 就A3 那第二次放4 就A4 依次類推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第一個公式的輸入 那其他都一樣 第二個 把這個再把它Ctrl C 取消一下 然後再切到V就Basic 然後再貼 這個3的話其實 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因為剛剛打過你就直接Ctrl C 那把這個3蓋過去就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 1、2 然後3的話就這個 一樣把Ctrl C 取消 切到V就Basic 然後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把它改成這個 所以 同樣的步驟 只要你看到A3 那一律改成A 後面串一個I 那第三個 這個的話一樣 這個把Ctrl C取消 意思類推啦 所以總共呢 會有7個 一樣的動作 你就分別把公式呢 把它完成 那這邊一樣是 這個是F3 所以把3的地方 一樣就是 把它改一下 這個Ctrl C 貼一下 1 記得貼的時候不要貼錯 就是 頭跟尾都是雙引號 然後H3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第3個公式 第3個公式 1、2、3 第4 第5個 一樣把這個 Ctrl C 複製然後取消 貼過來 這個等一下 這個一樣 再把它改一下 這等一下再改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Ctrl C取消 切過來 然後把這個貼上去 然後最後這一個 Ctrl C取消 那這樣的話呢基本上就完成了啦 我們一樣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 Ctrl C 然後這個有看到 I3 就把3改成 I 然後把 J3 把選取3貼上 一字了一推 這個都固定的動作 只要貼的時候不要貼錯 那理論上就OK 再來的話 最後 這個RANK.EQ 記得 就M3 把M3的3選取 然後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完成 我們的VBA了 所以其實VBA 沒有很複雜 所以待會請記得 把V Jobet的叫出來 插入模組 然後先清除 再把公司分別貼上 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改 沒問題的話 那就完整 最後呢 做完兩個SUB之後 你可以把它執行看看 有沒有錯誤 如果沒錯的話 那就 成功了 所以其實如果只要沒做錯啦 蠻快的 執行 最後呢 做完之後 那請 自行 再增加這個按鈕部分 OK 一個 兩個 來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好 好 老师,你是记到他住的信箱吗? 因为那个学校有给我那个 他的信箱